來到最後一節的來自星星美食 有我的主持陳俊惠 今天很開心可以講意大利食物 還有咪前咪後的Esther 都很樂意和我們分享很多內心的感受和言語 最後一節 我覺得親旅行都最喜歡我的部分 就是去超級市場掃貨 其實在日本 我經常去日本 我去泰國 去超市必須要去 買都買不完 去歐洲也是 因為以前去英國 出記者團 一定要停一停超市 麻煩你20分鐘至少 所以現在我去自大利 租屋都不會租酒店 因為沒有廚房 因為我自己都喜歡煮食 我們必須租居住 明白 你要大顯身手 不是 食材這麼漂亮 不要浪費 你應該看到超市很棒 意大利很多Corp 我們今次去Tuskane那間Montemaki 這間都幾萬呎 明白 所以當時我去法國小鎮 我都租Airbnb 因為他們有廚房 但是要有人肯煮 有時候因為酒店的早餐都貴 也不需要吃太多東西 所以有時候去超市買少許東西 煮早餐都可以 還有你知道超市有多少好吃的香腸 歐洲的香腸太好吃了 或者你看到牛扒這麼漂亮 雞扒這麼漂亮 你怎麼可以買回去 於是就煎了它 然後晚餐吃了 所以自己煮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不用一定出街吃 我看第四個檔案 第四個檔案 第一張照片是怎樣的 這就是Corp的超市 我想它大過了香港 所有的EON 都大過了 門口一排的 通常都像Food Court 有煮辣頭、牛角包、喝咖啡 其實像日本的EON 一大座的EON百貨公司 這間是最大的 因為它有很多東西支持 有咖啡、有麵包 也可以坐下來吃 很棒 你看看《水果報》也有這麼多東西 其實去歐洲看水果 只看也很開心 但意大利很個人 我去英國也不是 意大利就是COVID之後 我第二次去 他們可能現在養成了一個習慣好衛生 不讓你碰生果 不能碰的 一定要戴手套 拿膠袋之餘 一定有手套要戴著來碰 我一次太快 其實我碰過裙子 馬上被罵 阿姨馬上露啤我 是碰完阿姨還是顧客阿姨 手不可以直接觸摸 碰完阿姨還是顧客阿姨露啤你 他一定要碰完抽提子 他一定要我戴手套拿東西 是碰完啤梨還是顧客啤梨 顧客啤梨 顧客啤梨 所以他有共識 是的 但他在英國就沒有這個習俗 去意大利就是這樣 明白 我就不知道法國西班牙是否 在選擇海鮮 香港的六月子就在買海鮮 買完還是回去廚房煮 是的 回到我的廚房煮海鮮湯 如果你在香港和現在這裡比較 這裡有什麼八爪魚 有紅蝦 有青口 有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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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藍蟹 不過他們都是藍色的水蟹 我就買材料回去煮一個西西里海鮮湯 很棒 再看一張照片 有很多魷魚類的東西 蜜魚類的東西 你看到 那是紅蝦 這麼大的 是的 20元一K 真的很便宜 20元一K真的很便宜 香港買紅蝦 如果完全雪藏了 都幾十元一隻 都是 不是紅蝦 那隻不是紅蝦 那隻是 叫做 Gambury Gambury 我知道 大一點的蝦 還有一張照片 麻煩 這是剛才所說的蟹 這個你說是煮湯嗎 是的 做湯底 下一張照片又示範了 很專業 阿樂小姐嚇到傻了 很專業 可不可以不要這麼漂亮 但這個真的沒有東西好改 和我去旅行是否沒話好說 即是你是標準的Housewife 即是Modern標準 是Chef 因為Housewife煮不到這些東西 是的 但阿樂小姐和你這麼朋友都知道你煮到 她剛剛這天走了 所以叫我一定要去超市買海鮮煮給我吃 沒有想過整個好像在餐廳吃一樣 是的 重點是我每次都很快做完 為何可以 果然 那你就要猜一下價值多少錢才買這些東西 你買了很少 兩個人兩碟 兩個人兩碟的份量 對 如何計算 而且她很好的就是譬如蝦 阿姐要你買 阿姨一定要半斤 然後我就蝦 四碟 可以的 可以 其實我發覺 我一開始就以為不行 你知道買那些青口這麼大袋 我們兩個都吃不到 然後我可不可以 第一次買一大袋 我覺得太浪費 我可不可以 你知道我這些Chinese 我可不可以少一點 她說OK 我發覺其實 原來很多地方都可以逐隻計 在香港不可以 在香港反而是少數 譬如我去台灣 我朋友買蜆 我兩碟吃 她是買逐隻賣 她買蝦 逐粒賣 逐粒賣 她說要12隻 又或者買蝦都是買逐隻計 但是沒有人反眼 不會的 這裡超市也沒有反眼 因為台灣也是這樣 去街市 所以我買得很開心 去街市買雞肉也是 你買一隻雞腿的雞肉 我這裡做兩碟 都不用300元 200多元 買了200多元 但完全是超新鮮 我想這裡一碟都不行 香港400多元 還要這麼多材料 再看看這張照片是什麼 去超市可以買這個brotaga 就是你剛才所說的烏魚子 還有一些農湯 農湯堡的朋友 但意大利版 我都買了一顆去英國 用了整個月 很棒 這個brotaga在香港和這裡的價錢相距多少 有50%嗎 有 有 所以如果喜歡那些 入貨去乾 不過都要放雪櫃 不可以 不要緊 通常有很多人 例如買酒 都是放在酒店的 或者Airbnb的雪櫃 最後那天放在行李之後 送回香港 可以一定要買 便宜那麼多 可以當作一些condiment 有輕 下一張照片就看到蒜頭 這個就是巨型的Galic 它每顆有認證嗎 是啊 這個很厲害 一顆大概有800克 但看不出那麼大顆 下張照片你看看 3.91K 一顆也要3.9K 你有沒有買這麼貴的蒜頭 我買兩顆也要港幣 真的味道很特別 說真的 它很大顆 因為你拆出來也有5-6反 我個人覺得它沒有新辣 沒有什麼新辣 蒜香 口感就像你吃新鮮百合一樣 爽的 這麼有趣 所以見人見智覺得好不好吃 我自己就覺得吃慣 我不是一面倒喜歡意大利 我自己就喜歡吃本地的獨子蒜 明白 口感很不同 口味不同 所以兩種不同的食法 有拳頭這麼大顆 我帶了兩顆 去英國給我們的記者朋友 放進泥土裡種 但這種真的買來做手信不錯 真是本地食材 很威威 威威 拿著拍照很開心 再看看照片 這是什麼 這是我住Montawaki 一間出名的Baking Store 飲咖啡吃早餐 明白 這裡就是你經常做早餐 飲咖啡的地方 下張照片 我忘了怎麼讀 SF 我就是讀不到 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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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解写 很多紙 SF 因為最近在香港 Nitle Napoli有吃 薯製做得好吃 但當然在意大利吃怎樣 意大利又大 又鬆脆 這個是Custard 意大利的廚藝做好餡 就是吃Marsipan的餡 嘩 很甜 又不算 它不做得很甜 餡自己做的 但我喜歡Custard 黃色的那種 這個甜品不是Tuskane的 這是Napoli 我早上吃甜的早餐 多吃兩次都不吃 師傅問我 你今天吃什麼早餐 我還未不吃 又是吃甜的牛角 那你可以吃鹹的牛角包嗎 沒有 原味 原味 但每天都是吃這些 然後她說 你想吃什麼我煮給你 你怎麼可以 對著同一個人 然後她說 你想吃什麼我煮給你 那我要吃蛋 煮雞蛋 她就煮 然後我說 你記住 好像日本流心蛋 八分熟 不要煮到綠色 不是很難 Slow Coke 整個歐洲的人都會 那她又未必 她都呆了 那她可以Google 看看幾分鐘 這麼麻煩 你猜人心想 港女來的 你猜小野 對 但你不能吃著同一個早餐 你怎麼可以吃著同一個人 她沒有 你不要這樣說 下一張照片 有些高點很喜歡 這個就是 我去了這麼久 每天都吃這個 到最後都不能吃 這個因為是季節性的 提子的 這個都很難讀 寫下了 這個 Sacharta 的Wolfa 的 鍵 Wolfa 即是提子 其實是收成時候 九月 葡萄園收成 就會有一些 left over的葡萄 所以乾一點點 是不是收了葡萄回來 再用來做這個 但這些應該很甜 不是 這個很好吃 我們說葡萄應該這麼遲收成 應該已經很甜 不是 總之有提子時候 一邊有些left over的東西 還會給一些baking store 用來做這個提子蛋糕 這隻葡萄 是不是應該用來釀酒 還是什麼 是啊 但好像很棒 很棒 這堆提子有新鮮 阿娜小姐之愛 她後來買來英國博士 沒有了 我那天已經沒有了 她是否來這裡才第一次吃 我也是第一次吃 但你看到 因為你要按月份 我不是每個個 9月10月都在意大利 9月10月 你在意大利的Tuscany 周圍的baking store 都會看到這個提子蛋糕 是 也可以叫蛋糕 但覺得很漂亮 很漂亮 表面 下一張照片有兒子 不過是否漂亮 不要緊 反正會切火腿 這個不漂亮 我每次買到她都送多些東西給我 美女也有好處 每次都送Lado 每次都送Lado 很棒 還想到離開 我要買手信給R小姐 叫我帶幾匹過去 然後我跟Francesco一起去 然後她臨走說 有給我一個禮物 例如是禮物 然後她說 為何會給你 我每次都有 你又說跟這間店很熟 但你反而是Francesco沒有禮物 這麼多年 沒有禮物 這些人緣很難說 你也是有意大利桃花的 對 這間店專門切Cintasinese的羊 太過分了 Cintasinese是Tuscany Sienna獨有的火腿 你看下一張照片 還有他們用Cintasinese做的Cintasinese 這隻是粉乾的 你說是新鮮的 新鮮的 但他們是會生吃的 西班牙法國人和意大利人都喜歡生吃 但他們說是很乾淨的 你放心 可以生吃 下一張照片就會看到那隻豬豬的樣子 就是這樣 很有趣 又要吃了它 即是說有一個Belt在頸上 直至前手 它叫Cintasinese 它起碼要養一年 我們一般的豬 養很短時間 可能幾個月就可以了 可能要養六個月至九個月才可以 明白 我想問一下 牠入了腸衣後 牠要不要先封乾一會兒 沒有 所以豬肉是生吃的 豬肉生吃的 其實很多人都接受不了這個概念 因為我從小到大都覺得豬肉不能生吃 但其實大家都知道 去清邁豬肉腸也是生吃的 我太過接受不了 我試過吃一條生豬肉腸 切開大家試吃 我只是一片 覺得如果真的有什麼事 都應該要承受到 但師傅堅持拆開 拆開後 做一片豬肉腸給我吃 明白 我吃過 也很討厭吃豬肉腸味 因為我也很怕吃豬肉腸味 所以如果我們出去旅遊 有時會顛覆我們所有的概念 這些豬肉 也要在高地 300米以上 無菌狀態 還有酒地 他沒有像西班牙一樣 一定要用醬果 他都是酒地去吃啤梨 吃巴黎 那些東西 我當時想起西班牙 我在南部 在街市工作 我看到有血腸 說這個不是Boutanoa 他說是 然後他切了一片給我們生 但我吃了 嘩 也很難忘 因為你的口感真的 你接受不了 其實他不是血腸腸腸的 但你吃下去 也是很多肝臟腸的感覺 因為他沒有煎過 他很軟 英國也是這樣 你可不可以 但他那些有煎過 我現在吃的那個是生的 這樣吃下去是軟 所以口感會有點害怕 不習慣 其實應該都是好吃 但吃了我沒事的 那天 我吃了生豬肉也沒事 其實他切了之後 我又不用買 但你丟覆了我們的概念 原來的食物是可以的 不過老實說 我去過意大利的豬 那些豬腸 還有看他的屠宰 超級乾淨 不過我要再提一提 我試過在法國南部 他吃生鴨肉 鴨肉沙拉是生的 那你有沒有吃 有吃完整碟 好吃嗎 還可以 我猜不到 因為西南部出鴨肉 很出名 那你日本馬肉 你能否接受到 有吃 我不喜歡吃 不喜歡吃不要緊 但你可以吃到 雞我覺得可以 雞生吃也有 這個真的 那樣子很好吃 脆到沒有朋友 脆到 脆到 就是豬肉捲 然後把皮捲回外圍 然後再燒 鬼魯魚豬 鬼魯魚豬 小男仔 但他原型 我每次買兩片 可不可以買兩片 然後他打包一些脆脆給我 為什麼你經常有人送東西給你 因為你是一個罕見的動物 師傅又說 師傅又說 為什麼你又拿東西回來 我不知道他讓我送走 但可能你在那裡比較罕見 應該是的 整條村都只有我一個 美女 美女 下一張照片就是 用來夾麵包 他們很喜歡 師傅就把 哥哥送的頭髮味給我 乳豬夾麵包 在Tuscanese很流行 很棒 我記得當時我們去Florence 一起一群人去 那些團友都會忍不住在街邊 買那隻乳豬包 我現在想起又想吃 是很好吃的 真的很好吃 這隻更加好吃 很明顯很厚 Chef很好 我給了一些剩下的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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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他就幫我做一個sandwich 後面有些酸椰菜 有些catch up 就變成一個高級版 這件事很有愛 下一張照片 接著有一個人在斟酒 發生什麼事 去那些 就裝 剛才的哥哥仔 黑毛豬那裡 就是一個叫做farmers market 每天都有些farmers送東西去 另外有一個紅酒部 你見到他即時 差不多是同一個地方 同一間 他們不是超市 很大的超市 亦都是Montelaki Balache 師傅做的那間餐廳 前面有一條街 有機會大家可以去Montelaki 可以去找師傅 記得認識我 沒有折頭 明白 拿完照片去 可能去回憶一下 和我一起的幾天 回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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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每天都去farmers market 買東西喝酒 再看看張照片 握到人 整個韓星 這就是剛才我們去farmers market 的餐廳 看到有個雞扒 用這隻白色雞 你現在拍著來 究竟是白色雞 後面 誰是白色雞 不好意思 後面的 後面的教堂 因為我住那裡很多天 有時沒有工作 多天走 發現教堂旁邊有一間小店 鋪店 每天都不開 下一張 這裏旁邊有一間 叫做chicken cooking academy 即是教煮雞 我應該去 我不喜歡吃雞 對呀 很美味的雞 那我就覺得 那怎麼辦 這間店有開的 每天都盯著 有一天喜歡開 後面我找Francisco 我想約這間店的老闆 可不可以去Francisco 於是便帶我去Francisco 太好了 都是在四五百米的Tustin 很近 四五百米走過那裡 不是呀 是高的 高的山區 半山雞 這個山雞是走地的 最厲害的是什麼 會飛的 經常都飛上坡樹 我拍不到 我知道你說什麼 那隻雞會飛 因為當時我去法國的 breast chicken Francisco拍攝 他真的飛來飛去 對呀 他飛去別人的肩膀 那又不會 他不讓我太接近 因為他們很講求衛生 但因為那些雞 有時跟龍膚很熟 他飛去龍膚的肩膀 會這樣 繼續看 他有說 其實這就是他的 賣店 每天都有這些生物 一塊塊的賣 Francisco有時會 拿這些原材料去煮 這隻雞 很難讀 我傳給大家聽 POLO POLO V-A-L-D-A-R-N-E-S-E 第三個字 B-I-A-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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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另一種 有黑雞和白雞 它是鬥雞 經常打架 所以肉很實實 很有肉味 這個就是Owner Owner Owner叫Lara 她的店舖叫Lara P-E-R-I Owner Lara 其實他們做這個farm 都好像做了 不是很久 不是幾十年 他後來就發展這個行業 他的farm 種了很多啤酒樹 啤酒 Hopes 那些什麼花 下一張 看到是用啤酒花 做芝士 超好吃 有一點發酵的味道 這隻是雪的 我買回來的嗎 可以 那你去吧 那你有沒有買回來 我去英國 之後怎樣買 買著去英國 也被人充公了 有女王物令 就是R小姐 要吃Chinta 我買了很多Chinta 這個芝士 Semi Soft Cheese 上面有啤酒花 有一點發酵味 很濃郁 為什麼會有啤酒花 因為他先生很喜歡喝啤酒 所以他的farm都有種啤酒樹 所謂有雞有芝士 有啤酒花 然後下一張上 有提子汁 這個是Succo Wolfa Succo是juice 英文 後面UVA是提子 提子汁 100%是Sangioese Sangioese 是著名楊童酒的提子 在Tuscany的提子 這就是用Sangioese提子做的提子汁 香港沒有買過這種 不可能買 太貴了 這些真的是在地的食物 那剛才那些雞 你知道要養多久嗎 Slow growing Slow growing 不用90天嗎 16個月 16個月 隨便想中長很久 那真的很Slow growing 所以賣光就沒有了 香港的雞好像都要120天 很多米芝仁餐廳都拿去的 明白 所以雞其實很Skiny 所以皮比較薄 沒有油脂 再看一張照片就是南瓜 這是之前說過 超市可以買到很漂亮的食材 這個就是Mantova的Pumpkin 漂亮 再看一張照片就是一些橄欖醬 這個是在雞場買的乾醬 雞乾醬 這個更加好吃 很Fresh 是 可以不可以keep很久 這些 開蓋就全部都要兩個星期內吃 那就可以了 新鮮的東西可以了 總括來說這個trip真是很精彩 下次唯有再介紹多些 我都沒有吃肥豆 我仍然 這些只有天獨後的 我明白 最後點一首歌給你聽